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这期的热点深度继续来关注许家印 虽然许家印是被中国当局控制了 但许家印的前期丁玉梅跑了 并且目前是下落不明的状态 或许同丁玉梅一到 现在暂时无法被北京控制的 那还有一笔巨额的资产 中国恒大在9月28日晚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媒体腾讯新闻的潜望 栏目组曾于7月下旬从知情人事处获悉 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在得知 中国内地有企业家因许家印被边境控制之后 随即买了机票离开了香港 在此之前 丁玉梅是一直在香港协助有关机构 进行恒大集团的债务重组事宜 目前丁玉梅的行踪不明 中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称 丁玉梅持有加拿大护照 稍早在8月14日 恒大集收一笔战头公告 引发了公众对于许家印婚姻状况的猜测 许家印公开的配偶丁玉梅 在协议中却被表述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他还持有中国恒大以发行股份总数约5.99% 这一度被市场猜测许家印夫妇以技术性离婚 腾讯新闻前往获悉早在2022年 丁玉梅与许家印办理了离婚事宜 这个已经是2022年的事 那什么叫技术性离婚呢 大致上就是夫妻通过离婚的诉讼 除了解除身份关系 更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还可以要求法院甄别解封返还属于自己这一方的财产 在恒大物业今年6月延迟刊发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 仍将丁玉梅称为许太太 且其持有权益的身份表述为配偶权益 与许家印这个新兴公司为一致执行人 但在恒大物业2023年中期报告中 已经没有许太太或丁玉梅这样的字眼 那在许家印夫妇这里通过离婚 丁玉梅可否在财务上与许家印进行分割 规避债务等问题呢 中国媒体每日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是引述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登基的话说 根据中国的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 共同意思表示所付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付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债券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所以丁玉梅不仅作为许家英的配偶或曾经的配偶 而且还是其创业路上的这个 共同的得力助手 即使他们解除婚姻的关系 也不能排除他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共同生产经营背负的夫妻共同债务 难以做到彻底隔离风险与规避债务 但无论如何丁玉梅现在人是在中国的境外 而且有信息显示丁玉梅持有加拿大护照 一句话说人已经跑了 根据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 在9月28日晚间的文章 采访了一位资深观察人士观点 就说此间恒大集团的累计分红的900多亿中 由许家印丁玉梅分别100%控制的 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 通过中国恒大拿到了其中的大部分的分红 并在出现前后转移到了境外 通过技术性离婚的操作 最终落到了境外前妻丁玉梅的口袋里 腾讯新闻前往还曾获悉 许家印家族曾在加拿大做了不少投资 或许可以这么说 关于润许家印和丁玉梅或许早就有筹备 并且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是在暗中逐步执行 别看许家印纵横商界几十年 他的前妻丁玉梅前几年一直是比较神秘的存在 直到2018年的12月15日 许家印挟妻范香的新闻 才让大部分的人了解到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 当时许家印是挟他的妻子丁玉梅一行 回到河南老家看望家中的父老乡亲 给聚台港村的孩子们派发糖果 还和父老乡亲们在院子里合影 在1982年许家印在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了河南舞阳钢铁厂工作 在那里和丁玉梅相识 并在第二年结婚 在许家印的创业初期 是丁玉梅给了许家印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在许家印的某本传记中 他也坦言自己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家人 特别是妻子丁玉梅的奉献和支持 曾经高喊出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许家印 不知是否也量想到 会在一个初秋略有寒意的凌晨 遭遇突袭被带走 这里也放上一段他曾经的讲话视频 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就没有恒大的今天 所以我和恒大的一切 都是党给的 国家给的 社会给的 这个视频拍摄的时间是2018年的9月底 在第十届的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 许家印作为捐赠个人获奖代表发言 那现在看来 这个2017至2019 可以说是许家印的人生巅峰了 在2017年 许家印以2900亿元的身价 登顶了中国首付 但同样也是在2017年19大会议上 所谓的防住不炒也已经正式写入工作报告 但当时这个许家印应该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 当时甚至有一句话叫 钱不是国家印的 是许家印的 当年意气风发的许家印或许也是膨胀到了极点 在2021年 网上还流传了一份恒大集团领导客室记录总表 许家印等恒大高层一干人等的需求做派是令人目瞪口呆 比如这个里面提到的人到哪里 电梯空到哪里 除了秘书保镖 私人管家 其他人员 特别是男性不可以接近 还比如一般自带雪茄需配备雪茄烟钢 还有雪茄碱和雪茄钳 还有提到说 要房间加湿器的湿度不能大于50% 需要开进化器 但不能有噪音 晚上睡觉时 所有机器上光亮的地方需要用黑色胶布贴住 洗壶用品都需贴上标签 字体虚大 只吃进口水果 比如日本的温室蜜瓜 日本的相应青蹄 还有秦王西瓜 以及冬枣芒果等特别甜的水果 在KTV唱歌时 必须喝皇家礼炮队 苏打水等等等等 而中国恒大的危机 现在是随着许家印的落幕 迎来了更大的一场暴雨 疯狂的负债扩张 五花八门的辗转腾挪之后 恒大的钱究竟去了哪 那是关于恒大许家印最大的疑问之一 在之前我也留意到 在中国媒体疯狂网财经上有提到 这几年恒大不只是在 这个主业地产这一上面 疯狂扩张 恒大还把钱洒在了更多地方 恒大集团的官网上并排呈现着 恒大的多项业务 恒大地产 恒大汽车 恒大物业 恒腾网络 房车宝 恒大同事件 恒大健康 恒大科技 恒大冰泉 其他产业 除了地产物业健康 这些业务 恒大汽车 房车宝 恒腾网络 恒大高科技等业务 都是在2016年政策驱港感以后 恒大的一个所谓的多元化尝试 然而重金投入的这种多元化尝试 显然没有成功 反而是让恒大在债务的泥沼里 更加深陷泥潭 无论是健康还是新能源车 高科技还是房车宝 都没能成为恒大新的增长渠道 在2021年恒大汽车的全年财报 未按时发布 但到2021年上半年 恒大汽车亏损继续扩大 实现了近亏损达到47.87亿元 同年同期 去年同期亏损22.74亿元 从恒大汽车创立至今 累计的亏损已经超过了170亿元 前后投入超3000亿 而一辆汽车还没进入市场 就亏损如此之大 也可以算是商业奇迹 然而业务不成 其实也不影响许家印生财有道 在2009年至2021年的6月 恒大集团的累计净利润为1733.88亿元 但公司几乎年年大比例的分红 分红总额接近700亿元 大手笔背后 这个是一套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从持股比例来看 分红的大部分是被徐家印 和他重要的股东朋友们揣进了口袋 这部分金额接近540亿元 仅2011年起 徐家印就通过分红套现了 499.81亿 即便在2020年债务危机 苗头已经出现 恒大依然没有停止大手笔的分红 简而言之 相当于是借债进行分红的操作 非常有意思的是 徐家印在恒大领取的年薪 仅仅是25万元左右 那就是一个普通中产的年薪 然而这并不影响徐家印 是通过分红获得了近500亿 关于这上百亿的资产 已经在中国境外的丁玉媒 又转移了多少出去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